讓我們歡迎 迷你劇集最佳女主角 徐韋寧 韋寧這一組 感覺你們有拍比較久喔 看到女神 你們就開始殺底片了 很想要再次謝謝 工作人員 因為我們這一次 其實是一個非常向心力的劇組 從導演開始 然後一路燈光 攝影 所有的幕後人員 都很團結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的 就是因為我們團結 所以我們才能夠 看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我希望接下來後面不夠善良 都可以把好成績留下來 妳問她連莊兩年 心情上有什麼感想是不是 她明年會火雞 如果有機會的話 能入圍就是好事了 其實我今年 因為所有的對手都很強大 所以當時我坐在台下的時候 我看著所有入圍者的影片 我都覺得 得獎的可能性沒有那麼大 就是五十 對 一半一半 所以後來我現在還是有一點一片空白 因為當時叫到我的時候 我還是 對 心情是激動的 但是我很開心可以收到評審的肯定 沒事 有什麼來不及講的 回去臉書上慢慢寫 好 對 也是 最佳隊友有要給他什麼獎勵嗎 我不知道 我要回去問問看他 因為他現在在工作中 我們現在還沒有聯繫上 他們還沒有聯繫上 對 還沒有聯繫上 有聯繫上我第一時間會打給你 好不好 我好久沒有跟女神演戲了 妳可不可以跟導演說 叫她找南港劉德華 好 我也想要跟你演戲 可以喔 可以吧 好 可以 當然 我有進步吧 妳什麼 妳不是本來就很強的嗎 沒有 我永遠記得 我們一起拍廣告那一次 好啦 我們這些我們回去再聊 再一次謝謝韋寧 謝謝